在社会生活中 人群总是被自然的分为三六九等 而观察一个社会是否足够的文明 并不是去看那些生活在顶层的人群 他们过的是如何的奢华 而是应该去看那些深处底层的群体 是否获得有尊严 是否被真正公平的对待 作为普通的老百姓 我们的良善 让我们会去关注弱势的群体利益 作为地产人 作为法律人 本之前总是站在房东的角度 去思考和观察 房东与房客之间的这种关系 然而今天 本会尝试站在一个新的视野 去解读一下 今天房东和房客的这种情况 欢迎大家再次光临 本格砍地产 最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在文高华宣布 联邦政府将制定新的 《加拿大租房者权利法案》 这个法案 加强对租客的利益保护 那么对于广大租客而言 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可以好好琢磨一下 其实 如果你还没有去订阅我的频道 请先点击个订阅 毕竟这样你就不会再错过了 对于租客而言 各个省都有自己的立法 以安省为例 之前 租赁住房法 Residential Tendency Act 这般法律 总体还是比较公正的 去处理了房东和房客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2006年 安省的实任省长 自由党党会 Cathleen Wayne的领导下 大幅的加强了 对租赁利益的保护 其中一项对租赁的保护 就是关于房东 涨房租的限制 需要留意的是 在这之前 房东涨房租 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幅度限制的 租赁到期 可以根据市场的价格 重新谈租金 房客如果觉得贵 他自然是可以搬走的 而从这个时间开始 新的租务法规定了 到期必须要自动的延续 而且房东 不可以以租赁到期为由 让房客离开 房东如果是想涨租金 不得高于政府所制定的百分比 这张图是2008年以来 安省政府所制定的 涨租的最大幅度表格 在这张表格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2012年 涨租的幅度是3.1% 2021年 疫情期间 涨租的幅度是0% 其余的大多时候 都是在2%左右前后的去波动 那么这段时间 安省的平均的租金涨幅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们一会儿再说 需要注意的是 从97年到2006年之间 房租完全是由市场 自由所决定的 而非政府的限制 我们看一下 涨租限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 保护了租客的利益 笨的总喜欢用数据来说话 还是改不了这个毛病 我们还是看数据 看这张表格 我们取的是每年的2月 作为特征数据的一个采集点 那么2012年的2月 GTA的平均租金是1835 4年之后 2016年的2月为1958 4年租金涨了6.7% 年化增幅是1.6% 2016年实施了新的租贺法 并限制了涨租的幅度 第一个四年之后 也就是2020年的2月 租金是2507 较2016年的2月涨了28% 2020年到2024年之间 经历了第二个四年的周期 经历了严重的疫情 假期等等 截至2024年的2月 GTA的涨幅 GTA的平均租金是2934 即便这样 仍然比2020年高了17% 那么为什么 以保护租贺权益为口号 以限制租金涨幅为核心的租贺法 反而推高了房屋租金呢 站在租贺角度 看到的是自由党政府制定了涨租的限制 那么自然非常高兴 但他们不了解的是 房租增长最慢的 恰恰是在没有租金限制的保守长 即执政期间所发生的事情 道理其实并不难理解 我们换个思考一下 现在我们站在房租的角度 如果新的租贺法 有租金涨幅的限制 所以他们就会担心 不能够按照市场波动去调整租金 所以只能在放租的时候 想尽一切办法 拉高租金 作为租贺而言 很多时候 市场上出租的房源 没有那么多 出租房是供不应求的 对于租贺而言 他也没什么选择 这个时候怎么办 他只能是咬人牙 签下这下租约 新铺的付 比原本应该付出的 高了几百块钱 作为他的房租 同时心里还在大骂 房东的黑心 随着累积效应 这些房东们 他们都这么干 房租就被拉高了 站在租贺角度 他们并不容易 很多人是刚刚毕业不久的孩子 年轻人 他们为了省一点点钱 不得不租更小的房子 不得不租更远的位置 Ben也是为人父母 非常理解这些孩子的辛苦 他们这些年轻人不容易 他们很多人每天通勤 两个小时 就是为了省下几百块钱的租金 然而即便这样 面对租贺法实施以来 越来越高的房租 还是感觉非常非常的吃力 安省的租贺法 还有一个规定 就是除非房东收回自由 即便是卖房子 也不可以请房客搬走 即便在房客不愿意付租金的情况之下 如果通过LTB 也就是我们的租贺法庭 强行的去驱赶租贺 也至少需要排期八个月以上 而这个时候 房东因为担心租贺不付租金 经常会收上半年 甚至更久的房租作为押金 这合理吗 这当然不合理 因为按照租贺法的规定 为了保护租贺的利益 房东只能是收一个月的租金 作押金 于是就出现了很多房客 自愿付12个月房租的情况 这也是没办法 同时很多房东意识到 租贺法可能会对自己的这种不公平 在出租房子的时候 故意把自己的房子搞成了rooming house 什么是rooming house 就是这个房子被隔成非常多的房间 另一方面 他们非常清楚 在搞出rooming house之后 租贺不再受租贺法的保护 但是rooming house不仅仅带来了安全 卫生 治安 这种种种的问题 而且还助长了这些烂房东 进一步的侵害了租贺的利益 而造成这种乱象的原因 就是因为房子少 人多 大多数时候 现在是房东在挑选租贺 由于租贺法的限制 房东在挑选租贺的时候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小心 磕磕和挑剔 甚至草木皆兵 他们在出租房子的时候 会假设房客会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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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会假设这些房客不是好人 同时因为周边经常听说所谓的房东 房客纠纷 以及租贺法对房东的不公正 他们现在会有一个心理 就是如果找不到一个自认为完美的租贺 他们宁愿慢慢的去等 等他几个月 我们现在想一下 如果房东他完成一个出租 平均需要等上一个月 那么房租至少要增加9.1% 才能够返回空置这一个月所带来的损失 从市场角度 如果每一个出租的房屋都需要平均空置一个月 那么市场上有效的出租房源就降低了8.4% 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市场这种紧张 这样做对房客是非常不利的 作为政府解决这些问题 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想办法去提高租房的这种市场供给量 长期而言 其实政府有非常非常多的办法去做的 政府可以做一些投入 房地产信托基金 瑞茨联租房 很多种方法可以去解决 中短期则可以通过加强房东和房客之间的这种信任 来帮助鼓励房东快点去把房子租出去 尽可能多的去租出去 加快周转 其实作为房东而言 也就是房子的拥有者 他有了空房间 有了空的地下室 他当然愿意租出去 这样他可以获得额外的收入 这样市场上房源多了 租金自然挺不住会降下来的 这样到最后不仅仅有利于租客 去获得更优惠的租金 房东也可以更容易的 更简单的去获得一些收入 来补贴一下自己的房贷 政府还拿到税收 这本来是个好事 但是问题是目前的市场上 其实主导作用的房东 有着太多的对租客的这种担心 不信任和偏见 恰恰是这种不信任与偏见 导致了市场的供应紧张 在目前的租房市场上 总体上租客还是相对弱势的 主要原因就是房源少 但不幸的是 我们的自由党政府推出的 对租客的这种所谓的保护措施 恰恰的加重了房东和房客之间的这种 不信任与矛盾 我们看一下这个事情 这是一场悲剧 2023年的5月27号 在哈密尔顿 有一对住在地下室的租客和房东 因为美举问题产生了纠纷 房东开枪 把这对夫妻给杀死了 而之前我们记住 这个房东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 回到多伦多 同样也是一场悲剧 同年同月 也是5月 5月5日 Fairman对面的公寓 发生了一起自杀事件 一位年轻的华人女性 从16楼跳楼自杀身亡 原因很多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租客欠租 而且在她有巨大的财务压力 需要去卖房子的时候 阻挠她卖房子 并利用所谓的美菌给她添乱 在巨大的压力面前 她最终还是没有挺住 我曾经代表买家 帮着客户买了一个 位于万锦的condo 当时这个condo是带租客的 我们当时买家 买这个condo 是完全的是自助用的老人家 基于这种情况 买卖合同争计有些 卖家在交接的时候 必须清空 我们按照惯例 留了三个月给卖家 这样卖家就可以 按照租客法的规定 请房客走 租客就可以搬走了 并顺利的交接 拿到钱 让卖家没有想到的是 租客拒接搬家 卖家几次交涉之后 租客终于提出了条件 要求卖家付一年的租金 作为搬家的补偿款 听上去 这个似乎很荒谬 但租客的逻辑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一年的租金 无非也就是两三万块钱 如果我要是不搬家 你即便有道理 能告赢我 租客法庭也要排期八个月 我可以到那时候再搬走 而作为买家而言 他不可能等那么久 这种情况属于根本性违约 买家起诉 你是没有迎面的 会告诉你 无论是房东 还是房客 都是我们的同胞 华人 当这些悲剧发生的时候 人们抱怨的是 租客的贪婪 是房东的冷血 但背后我们想一想 如果LTB 也就是我们的租客法庭 能够相对及时的去处理和解决问题 那么这种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呢 但是我们站在LTB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也怪不得LTB 在租客法出台之前 LTB那边没有那么多的房东 房客纠纷 究其背后原因 那就是自由党政府 单纯的为了骗取选票 而人为的制造了房东与房客的矛盾 这就是结果 那这里LTB不禁要问一句 为什么在2006年之前 没有涨租限制的时候 房租反而涨不动 反而便宜 为什么在租客法 没有偏向租客的时候 租客反而能够相对容易的租到房子 更容易的与房东进行沟通 可以说 租客法本身 并没有真正的去保护租客的利益 租客法保护的是烂租客 租客法从本质上 就是以Cathiem Wayne为首的 一群政客骗取选票的工具 今天我们的特别的总理 再次拿租客法出来说事 我要问你的事 你真的care租客的利益吗 还是仅仅为了骗取 这些可怜孩子的选票 你如果真的想去帮助租客 就要想办法去增加市场的供给 而不是人为的制造 房东和房客之间的紧张关系 然后甩锅给房东 特罗多总理提出的租房法案 和当初凯瑟雷的租客法 其实是一回事 如果真的为大多数租客去着想 就应该严厉的去打击烂租客和烂房东 同时通过立法禁止分租和 Rubin House并重新建立房东 与房客之间的这种平等 信任与和谐 让房东不要像房贼那样 整天的房子租客 这样就可以短期的 中期的增加市场的供应量 之后再可以慢慢的布局未来 如果为了选票去忽悠老百姓 可以说至少看过本期视频的大伙 不会再投票给你了 好了 感谢您看到最后 别忘了给我点赞 帮我去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谢谢大家 拜拜